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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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香港的各個機構和各個專科之間 都是通力合作的 為長者提供服務 每個長者從入院那天開始 各個專科同事就會群拆群力 對長者進行全面的評估 我們姑娘也會溝通協調 各個專科同事的合作 為長者提供一些適切的服務 讓他們回到家 回到社區之後 可以更加安全 還有更加有生活質量 我覺得這一方面很值得我們學習 我亦都會將這一方面的經驗 帶回去跟我們單位的同事分享 我覺得比我的印象很深刻的是 以病有為中心的服務 病人在不同的醫院之間 這樣去流轉 這樣去轉枕 都是非常方便的 其中我覺得它的基礎 就是因為這管局 它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系統 就是CMS系統 CMS系統打通了43間醫院 還有病人、家人 都可以從醫健通那邊 去私家醫院 去老豆公立醫院的資料 我覺得這個CMS系統 是我們現在內地醫院 去做自衛醫院的 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 跟香港姑娘相處當中 我最難忘當然是我的導師 Miss Law 除了她每一個參觀的項目 都跟著我們 陪著我們之外 最記得有一次就是 在我們參觀完之後 她就秘密地不讓我們知道 當我們去到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大圍桌的海鮮 就等著我們 當時是非常之驚訝 大家都非常之開心 還有就是令我最難忘的是 跟科室同事一起在Panch 那裡分享美食 經常在休息的時間 他們就會把自己的家 做得好的一些菜式 帶回來給我們分享 我們會覺得這個是 他們歡迎我們 我們都覺得我們融入了這個集體 在香港工作交流的十個半月 是來我終身難忘的 無論在人生經歷、專科知識 還有工作經驗等方面 都得著甚多 我都在地上這個機會 鼓勵到更多內地的姑娘 來到香港進行一個交流學習 將你向往的地方 變成你走過的路 走出去遇見更好的自己